虎头峰遮伤案例 这是原始点处理虎头峰遮伤首例 表弟2013年9月15号被虎头峰遮到手 他不肯去医院挂水点滴消毒止痛 9月15号晚上10点40分 症状 剧痛 浑身发抖 脸色铁青 嘴唇发白 额头发冷 一直冒汗 这张就是蜂窝 处理过程 先用红豆袋敷整只手 患者一直冒汗 口渴 每隔十几分钟就喝一小碗姜粉水 直到浓姜汤熬好一斤才换用浓姜汤 依序按了头部原始点 每个点三四下 第一遍很轻 第二三遍稍微加大力度一点 来回按推七八下 汗还是不断冒 赶紧温敷头部 肩部原始点很痛 只能用食指法按 一个点来回三四下 反复三次 整条肘部的原始点都痛 用食指法太痛无法接受 只好用拇指腹按揉 按完整个肘部原始痛点后 全身温敷 用姜粉调了温开水 直接敷在被遮到的地方 陆续出现头晕头痛 按推头部原始点 反复三次 症状消失 又出现恶行 按上背部原始点 来回三遍 恶行消失 又发现胸腹部不舒服 按推一条脊椎后 全部的不舒服消失 整个过程都是不断冒冷汗的 全身温敷 手掌被遮的地方 还是剧烈的痛 把生姜捣碎 挤出姜汁加热 不停淋在患处 凌晨三点整 手掌的痛终于缓解 9月16号 早上6点喝浓姜汤两斤 患处淋上姜汤 全身按推一遍 除了被遮处 没有感觉其他不舒服 全身仍温敷 中午手腕抽痛 按肘部原始点 口渴按头部 症状消失 又按推背部原始点 一边按推 一边咳很多白白的痰出来 吐痰持续了几个小时 还不断排气 继续全身温敷 喝浓姜汤 下午4点多 所有被遮的地方 痛都消失了 可是整个手掌 肿起来不痛 整个手掌 肿起来 涂上温姜汤 敷上姜粉 双手大小 明显不同 9月17号 早上6点 手掌还是很肿 喝浓姜汤三斤 下午 肿消得很快 热源够猛 温敷不断 所以渐消快 9月18号 肿基本消了9成 正常上班 双手大小 接近相同 9月19号 中秋节 今天 终于全部正常 熬半斤生姜 作为保健 双手大小 恢复相同 前后5天 案例总结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用空杯的心 去学习和运用 如理如法地去做 越严重的症状 表示热能越不足 就需要更多的内外热源 只要落实 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的精神 患者会如实地 告诉我们 他的感受 我们要随时随地地 观察患者的反应 然后决定 按推的次数 温负的温度 和时间 僵的用量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 处理也不同 不能一概而论 另外 热能严重不足的时候 如果体伤没有按开 热能就会进不去 而出现假热的症状 只要体伤按推开后 再继续进热源 就能接受而感到舒服 整个过程 如果患者没有清晰的理念 坚定的信心 在开始四五个小时的剧痛中 很多人就会动摇 去寻求西医 那些立马止痛的寒凉药 也就会让身体 进一步趋向更寒 现在我终于更明白 体会到 为什么有的人 被虎头锋遮到 会导致死人了 全是寒凉惹的祸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 感恩患者 对我的信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